你為了你自己違建 五次流眼鏡 你鐵路東儀 你為了那些艱苦人 讓你破千人流過一支眼鏡 你又不是違建 你沒有信保財產 我完全信保財產 你又不是違建 現在不夠房屋稅 我都有夠 你今天還要堅持不是違建嗎 這個 胡市長沒有問我 我就變成幫忙打他 你知道 這個是這樣 我覺得是這樣 我們活在世界上 不可能說完全不做錯 但是我很希望說 我們建立一個認錯 反省改進的文化 其實賴清德在處理這個賴皮瑤的問題 其實他最大的錯誤就是 你認錯就好了嘛 常常是這樣 我們講了一個謊話 就要講十個謊話去cover那個謊話 後來講一百個謊話去cover那十個謊話 後來就被謊話淹沒 坦白講 這件事情到現在 我已經看不到賴清德 他已經被謊話淹沒 這是民進黨執政傲慢 最讓我火大的地方 我跟大家講 沒有人不會犯錯 這是我們要讓全國人民知道 我們做錯了 認錯改進 這樣就好了嘛 你要拗什麼東西 所以這樣 你講一個謊話 再一個謊話 坦白講 今天我不是針對你的違建處理 你的人格已經破產了 的確人不會不犯錯啦 剛剛侯市長跟柯主席就犯錯 我不認為侯市長有資格收我們家的房子 因為你是我們的市長 其實 礦權廢止之後 礦區內的房子沒有得到妥善的幫助 沒有重新編定 這個是最主要的原因 第二個 這個柯主席 我們家的房子 你很清楚 跟你們家的違建是截然不同的 你們是在都市計畫內 有法可遵循 你們知法犯法蓋違建 礦區內的房子 是沒有法律可以遵循 連久失修 故宮來修建 這個是必然的結果 我已經交付公益信託 這個就是我的誠意 我已經交付公益信託 我們用到那個